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想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在三亚租的一个房子 租一个民宿 就是挺便宜的 才一千多块钱一个月 就一千多一点点吧 之前我们在附近找了好多的地方 都是两千多 民宿酒店都是两千多 这边其实环境还蛮好的 这里是一个海棠湾林望风起小区 这边都是这种 两层三层的别墅 这边都是他们的居民房 这边的环境还是挺好的 这边全部都是修了这一种 这一种两三层的小别墅一样的 所有的格局啊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就搬迁过来的 然后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是一个阳台 就晚上在这里坐着 吹吹风挺舒服的 就这个房间不是很大 我跟我朋友两个人住 但是还是挺舒服的 非常的干净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准备在这边 准备在这边待一段时间 然后再去西安骑摩托 我的摩托车还在西安呢 据说这几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这几天有台风 不知道影响会不会特别大 风太大了 估计就摆不了它了 就只能休息了 这就是我们住的别墅了 那一个小房子就是我们的 走吧花姑娘 天天穿个花衣服 这个房子还是可以的 小是小了点 我们两个人睡还是可以的 一切才一千多一点点 看这边的房子全部都是下面有个院子 然后上面有个两层 或者是三层 挺舒服的就是白天太热了 我们出行全靠这种共享电动车 太烫了 都可以煎鸡蛋了 浇一点水啊 降降温不然屁股都要煎熟 屁股都煎熟了 一会一会就好了 都可以骑七十多公里了 快点快点做 一会又烫了 来来来 以前都是自己骑摩托 现在我要搭车 开始成功 请在停车点内还车 现在在这个小龙虾店里面 我们先把这个茶煮好 而且这两边好像有台风 今天风挺大的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小车车大装修 小车车大装修 这个是我的T恤 把我的T恤捐出来了 奉献出来了 真的很好看 我这个T恤是29块9包邮买的 就穿了几次 然后贡献出来 它就是一个纯白色的 白色就有这三个小人 我这三个小人就是刚刚好 出现了刚刚好 真的很好看 太有才了 一人穿一件这个T恤 菜单T恤 这个可以哈 这有点丑 还可以 这是我们的新装说 太 四 四 嗯 嗯 嗯 好 给你们看看我们新装修的小车车 这个字虽然有点丑 不过也还行 谢谢